好 我請教明杰 美國的國防部今天出刊 這個公告2021中國軍力報告的同時 美國還有相關的智庫評估 那事實上北京內部 可能模擬各式各樣的兵推對台作戰 其中包含了直接用AI作戰入侵台灣 我們先談五角大廈 最新公布這一份2021中共軍力報告 那中共軍力報告是每年 這個五角大廈都會提供給美國國會的 一份例行的報告 不過今年這個內容跟時間點上 的確是相對過去來講 是非常的特殊 而且也有大幅的調整 那時間點上面來講 過去我們觀察 十幾年來這個類似的報告 大概基本上平均大概五月 七月 最晚拖到九月 不會像到今年再拖到十一月 才公布這份報告 那背後當然很大關係 是因為2021年今年 解放軍對台的相關的軍事動作 非常的多 所以可能是在累積 這個進一步最新的資料 那報告裡面提到說 今年這個解放軍演練的非常多 奪台灣外離島的演習 還有包含像這個共機 不斷的侵擾台灣的 新南防空 防空識別區這些動作 那中間當然剛剛 談到說很關鍵的 過去也沒有提到的是一個時間點 就2027年 那中國非常可能這樣用以武 來逼談的方式 那這個逼迫台灣接受這個北京的政治條件 那不過這一段內容 我覺得必須進一步解讀就是說 他的一個說法並不是說 2027年 中共一定會攻台 他的一個說法是表示說解放軍 這近幾年來到2027年 他是要建立 靠就是解放軍能夠第一個奪台的能力 第二個能夠這一個區域拒止 也就是反介入反美日介入台海的能力 那這兩項能力建立起來之後 如果2027年 那時候中共的領導人還是習近平的話 這個解放軍具備這樣的能力 可能會提供給他做政治選項 不過基本上過去 中共對台的一個最高戰略 基本上還是 這一個以武來 這個 這個觸統也好 逼談也好 或者是說這個以武來逼翔 那這些動作 當然他具備這個能力之後 對於台灣的壓力更大 對於美日可能介入也會有更多的顧慮 所以主要要強調是說 解放軍在這個不斷的演習 不斷的對台施壓 都是在累積這樣的一個能力 那2027年在這個 中共的這個軍力報告書裡面 他並沒有把它定調為飯台的時間點 那只是說必須要這個提醒 相關的這個軍事上面要做準備 那當然 今年的這個報告 有別於過去來講 過去解放軍的報告 其實有時候我們 長期觀察 有時候後一年跟前一年不會有太大落差 有時候會集中在包含 像前幾年是可能集中在解放軍 在發展這個航母上面 有時候是包含他的這個重點 放在這個各式的導彈 或者是核動力潛艦 但是今年看得出來 他有兩大重點 第一個是核武 第二個是他海軍的一個戰力 核武的部分他有談到說 比如說2025年 可能四年之後 解放軍的核彈頭就會增加400枚 那到2030年會有高達1000枚 那雖然跟美軍沒有這個1550枚 戰備核彈還有距離 但是他認為說 這一個解放軍是在利用 這樣的一個核武的能力 要去威懾美國 那當然背後最重要 當然也是在台海的反介入能力 上面的這個建立 那海軍的部分 現已經目前來講 已經是最大規模的海軍 355艘的艦艇 四年之後 預計會有420艘 到2030年要增加到460艘 那這些這個指標 都是解放軍在這個企圖打造 併台也好 或者是說這個 要這個逼退美國的野心 那當然這樣的報告內容 其實在台灣的章節的部分 有一個部分也非常特殊 美國之音有觀察到 就是說過去來講 談到對台的政策 基本上來講 往年的這個中共軍力報告書裡面 都強調說 會奉行台灣關係法 跟美中三個公報 但今年 除了奉行台灣關係法 跟美中三個公報 另外又加入了六項保證 這個在過去來講 是前所未見的 而且同時 中間也提到說 台灣不只是先進的民主政體 那同時 台灣還是關鍵的經濟跟安全夥伴 經濟夥伴這也是首次出現 表示台灣的這一個 這一個半導體的產業 的確在這個美台的戰略的考量裡面 是一個重要的一個角色 不是只有安全的部分 那當然還有包含像 有談到說所謂的犯台模式 除了跟他談到說 正規軍事作戰的海空封鎖 導彈攻擊 奪戰外島 或全面兩棲進犯之外 也特別點到說 他會利用網路戰 或者是經濟 或這政治上秘密的行動 那來這一個企圖 要削弱台灣政府的一個合法性 或者是民意的支持 那引發台灣內部的一個 這個信心危機 那這個部分 的確台灣也要注意 所以台灣的軍方 那美方也會加大協助台灣 自我防衛能力之外 台灣也在加速進行 所謂的新概念 跟不對稱作戰 還有戰備儲備的一個能力 還有提高聯合作戰 相關方面的一個 這個戰力提升 那當然還有談到說 這個美國的參謀聯席會議主席 等於說是美軍現役將領裡面的 這一個最高這個上將 那他也談到說 美國絕對有能力可以保衛台灣 那同時也講到 很具體的被問到說 這個可能近期犯台的時間 他也強調說 6個月12個月甚至24個月 可能性都不太高 不過他也有保留 萬一這個的確有可能有突發的狀況 所以也沒有把話說死 不過的確這一份研判 跟國安局前一陣子 剛剛有談到說 講這個陳明通國安局長 講到說這一兩年之內 這個解放軍不太可能 會這一個全面進犯台灣 可見台美之間 軍事跟情報上面的合作 這有持續的交流 這研判的結果 其實都是一樣的 那當然更重要的 今天也被問到說 會不會東沙目前來講有危機 因為我們看到解放軍不斷的 透過不管是直升機出海也好 或者他的殲16 空頸500都不斷的在東沙附近 在進行這樣的一個監控 或者是說 對東沙形成這個威脅 那這個國安局也特別有強調說 現在沒有危機 而且陳明通透露一句話 其實非常重要 那他講到說 中國的內部有針對東沙情勢在討論 這個部分其實要凸顯台灣在中國 內部的情報收整的能力 那當然也是像這個北京市警 台灣並不是沒有對他內部有 這個充分的了解跟掌握 那當然最後台灣當然要利用在2027年之前 這一個時間可能有5年的時間 這搶時間來加緊這一個 這個自己的建軍備戰 那當然要運用現在目前 國際支持台灣的一個有力情勢 全面的來這個提升自己的防衛作戰能力 讓解放軍設定2027年 對台要以武來逼統或逼降 這樣的一個目標 也同樣會無限期的延後 好我們相互回來